其實Nike今年比起往年 其他的品牌代理NBA球衣這個東西 我覺得Nike其實 第一 親民力很夠 第二是 護手管道很明確 他想要讓球衣這個東西土之外 唯一一個缺點就是 你錢不夠 隨著NBA開季呢 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非常期待 除了觀看比賽來支持你的球員以外 還有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大家看到我穿在身上的 NBA球衣 NBA球衣呢 其實是一塊非常有深度的領域 那我們今天就是帶大家來做初步入門的了解 讓大家了解說 為什麼看起來明明一樣的球衣 可是價格卻不一樣呢 那講到NBA球衣 我就邀請到我一位 對NBA週邊商品 球衣 數一數二了解的 呃... 的朋友 哈哈哈 那我們歡迎小溜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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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是來介紹你的 好不好 家常菜 對上比賽球衣的了解 讓我們的一些觀眾朋友 如果想要購買球衣啊 可能需要一些 知道的什麼基本的概念 基本的概念就是 你要有上蝦皮被騙 喔... 對 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講到球衣的心理路程 他的第一滴就是 一定在蝦皮被騙過 我們當時有一個 很有名的假貨商叫做阿波羅 現在找應該是找不到 應該被靠到死了 對 999買一送一 哇靠 不興套 是你不買嗎 而且還是那種絕版限量的 也賣 要什麼買就好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買正版的球衣 好不好 就是找 小劉他只有經營一個社團 裡面不管是NBA球衣 或是周邊商品 在裡面都可以看得到 保證是正版 OK 這件了 我先講一下 其實 Nike今年 比起往年 其他的品牌代理 NBA球衣這個東西 我覺得Nike其實 第一 親民力很夠 第二是 護手管道很明確 他想要讓球衣這個東西普及化 唯一一個缺點就是 體質都不夠 我們現在開始解釋說 球衣開始先分了 一個叫做Sweep Man版本 一個叫做A2球員版版本 但是 他只是跟球員版類似的 製售去購買的版本 不是真的穿在身上 對 不是那個天差地 黃金跟 跟什麼 跟黃金的差點 講一講去還是在講錢嘛對不對 Sweep Man其實基本上就是 大家比較好入手的一個東西 因為他的價格的第一比較親民 第二他的東西 是跟你球場上穿的樣子 是一模一樣的 他說貴其實不貴 講到這裡 就是台灣人的福利了 為什麼 美國一件定價 從110美到120美金的 那麼一件要三件多換 就台灣直接定價2680 算起來直接給你打了八折 比國外還便宜 台灣人的福利 真的很奇怪 明明NBA在美國打 通常當地都會比較便宜 對 對 這個東西很特別 我覺得這個就是台灣No.1 台灣No.1 No.1 那我為什麼會這樣 我比較過全世界 會差不算 我以當體的會議感算 台灣的定價是全球 數一數二 第一的 台灣短話啦 對 台灣已經 已經贏 現在贏好幾部了 必須要感謝一下Nike 台灣的定價 感謝 舒服 讓我們舒服的購入 好 又扯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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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分Sweetman 跟AU 對 那Sweetman是有點像 大家俗稱的球迷版 Sweetman基本上就是讓 大家可以買到 跟球員身上穿的樣式一樣 那這樣既然樣式都一樣的話 為什麼大家 還要買AU 球員版的版本 大家要去買Sweetman就好 講到這個就有趣啦 Nike真的是懂賺錢 哈哈哈哈 再講錢 當然就是講到說 價格有差別 厲害囉 在於AU的上面 可以看到說 他用的字 他會在號碼上面 使用的是網眼不了 然後再來會戴刺繡的 刺繡的方式 因為像這種球迷版的 反而是用燙印 燙印的 對 然後再來是材質部分 材質部分也不同 因為屬於說 我們剛剛講的輕量化 所以個人說 其實他的材質摸起來 像是T恤那種 18歲青春少女的那種 夫妻 滑嫩 所以Sweetman的材質 反而還穿起來比較多 我覺得 各有尖銷 AU的部分 像什麼 26歲 情熟女 喔 有一點豬騷感 我覺得兩者在於說 拿去打球 Sweetman相對性會有點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過 打球 球衣 黏身底 不舒服 對 但是AU不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他屬於的是 比較大網眼的布料 相對性 西漢盤 就是 欸 勝 這就是他的價格 當然還有很多細節上 的布料 我覺得Nike有趣就是在於說 他各位看他有貴的道理 講到錢 我們又再繼續撐下去了 為什麼剛剛會說 因為有110 120甚至到130的區別 對啊為什麼 看一下你這件跟 原來有什麼布料 看到沒有 有沒有 反爹 我們這個叫做 sponsor page 就是所謂的贊助商標籤 怎麼取得 去LA買啦 開玩笑 什麼叫那個花錢當大爺 沒多少錢 我也忘記了 好繼續解釋一下 這個sponsor page 是專屬於場館限定 怎麼說場館限定的 加了這個page之後 場館 我們叫做team shot 球隊商店 談共買到擁有sponsor page 的球衣 當然 我們台灣人領先全球 怎麼說 看看我們中華是吧 全部的sponsor page 這個東西不得不說 我覺得應該是 有人來講考察 就是風格 而且這東西可以賺錢 最邪惡的還沒講完 怎麼了 AU跟sponsor也有這個差別 AU的sponsor page 反而是刺繡的 是喔 所以他等於他的贊助標 跟他的球隊logo 跟背號名字 全部都是用刺繡的 都是刺繡的 對不對 你可以一眼就試出 這個球衣是sponsor還是AU 大哥跟小弟的差別 但是我必須先說一下 我覺得球衣的價值 不在於說他價值本身 他是覺得價值在 是阿 就是買你支持的選手的隊 或是你喜歡的隊伍 對他有多大的愛 他的價值就是多貴 情懷啦 情懷的價值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不要再被 吵架所蒙騙你的雙眼 不是貴就是好 皮一定是假貨 我有個問題想問 就是球衣他 為什麼我看他有 黃色紫色黑色什麼各種 藍色阿 就五花八門的 他這次有什麼區別嗎 講來講去 又要再繞到錢 又要再繞到錢 一定要講錢 Nike等於 money no money no Nike 有別於以往性 就是在於說 只做了主場課場 跟替代球衣 他在今年做了一個 很突破性的決定 不一樣的轉變 對 他不再分主場課場 他分的是你的球隊專屬配色 所以今年其實會看到說 不管是我們所謂的 ICON association Replay after me 好 Standman 還有出一個就是 City deduction 甚至還有副母職業 副母職業的 五個 還有什麼 獎勵款 獎勵版 很特別的是說 他只限定於球隊 去年有打進季後賽的 16支球隊 等於是說 全NBA 你沒有進季後賽 明年沒有獎勵版 球迷失望 如果這是第一款 獎第二款 副母職業 他燒了什麼 你這種老屁眼的 新進的球迷 No money No Nike 來就是老中青 三代都吃得到的 款式 副母職業 像我們這麼喜歡 LA 不外乎 今年出了一個很特別的球儀 吵起來 這個東西有什麼 有我們之外的Kobe Shot your own name 甚至到 打球 我還在游 我們都在游 我們都在游 做一個全家服的概念 各種客群都吃得到 副母職業 這個真的是第二壞 第三壞的來了 還有第三壞 City deduction 顧名思義 城市限定款 Nike 結合了當地城市 像我們那麼喜歡 LA 這一款就是城市版 它這一款很特別 來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起帽 這個畫面好嗎 等一下 對 它在這裡做了一些細節的部分 在於說 經典的背號 兩邊都有 再加上說圖騰 甚至他說其實這裡都還有字 壓印文字 真的啊 這個細節就蠻多的 對 你是LA 你不買嗎 對我覺得城市版 因為不外乎 復古這個東西 已經在城市扎根 所以他們還是會沿用了一些 經典的元素 沒錯 套用在這個城市上面 No Money No Nike 好這是我們今天的時候 我可能大家記住了 沒錯 再來講到說 其實我覺得今年還有一個 蠻突破性的 發展是在於說 除了主要的那幾支球隊的 基本三個配色 沒改變之外 主客場嘛 然後跟備用 但現在已經是各種選項 你一支球隊可能有四款五款 甚至到六款 你知道這厲害在哪裡嗎 現在你沒辦法去預測說 這個球星創造出 他的一個里程碑的時候 穿的是什麼球衣 夠壞了吧 真的壞耶 必須說一下 No Money No Nike 就會變成說 多了很多系列 但不失你購買的慾望 反而讓你有更多的選擇 剛剛講說這六個系列 是否NBA會比賽穿的球衣 像前幾年有出一個叫做 MVP系列 里程碑球衣 算是球迷限定 因為他們不會穿上場 這邊有多一些他拿過的獎項 比如說MVP啊 或是冠軍啊 就會放一些獎盃啊 幾個明星賽啊 我記得還有那個 在更特別還有明星賽球衣嗎 沒錯 Naggy接手也做了一個 很跳脫的感覺 以往的明星賽多半出現在於 紅色 藍色 白色 三個配色 最經典的來了 比賽只穿白色跟黑色 而且球隊的大LOGO 很穩穩 太狠了 No Money No Nike 所以變成說我覺得 Nike在於說 接手NBA球衣之後 帶給球迷很多新的花樣 就是有更多的空間讓球迷去選擇 也是讓你有更多機會掏錢 沒錯 講來講 但是還是那句話 球衣 它的價值存在你心中 這個價值定義在你自己 沒有一定要這個東西 只有你要不要這個 喜歡 最重要 支持你愛的球隊 你愛的球員 好不好 不要管說這多限量 多吵架 或什麼樣的 基本上 你喜歡的球員 你現在到專門的通路 或是找小流的社團 都一定會看得到 你喜歡的球員的款式 那不用為了跟風說 現在流行哪一種 就去買哪一個 可以學別人穿 但是一定要穿出自己的滋味 是 這就講的 非常好 所以其實還是那句話 No money No Nike